足了解 本港最少多8人初步確診新型觀眾病毒肺炎 當初5個曾經外遊 專家呼籲入境旅客要誠實填寫健康新報表 政府亦要執行罰則 消息說其中一個初步確診的女患者26歲 正在威爾斯醫院留意 她是之前確診住在粉嶺華名村男人的女朋友 兩個人上個月底去到日本北海旅行 上個星期三乘搭國泰航空航班由大阪回到香港 與這個群組有關聯的還有一個58歲的男人 據了解他是一個司機曾經接載患者 現在在北區醫院留意 據了解伊麗莎白醫院亦有兩宗初步確診個案 兩個患者在潛伏期間都有外遊 而另外屯門醫院一個73歲的男人 初步對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之前曾經去過外求 消息說東區醫院一個病人亦初步確診 而近日多宗確診患者都曾經外遊 而回香港之前已經有輕微的症狀 但入境的時候就沒有在健康申報表申報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他就認為政府要靜視 因為這些個案如果不幸運 流入香港社區 仍然都可以引起社區的爆發 所以希望那些旅客入境的時候 填這個問卷比較老實地填 還有要執行那個罰則 如果真的不老實地填 真的要有後果 他又透露威夷斯醫院周末的時候 已經有第一個確診病人 試用瑞德西偉醫治 暫時情況穩定 但需要進一步觀察藥物的效果 無線電視機者梁卓英無道 運動 手